开价第三天 新地的大埔University Hill 正式收票之前就加推第二张价单 涉及61个单位 借实平均尺价16,168元 比第一批开价还要略低一点 发展商再推出向屋苑外围的 三座A3室和5B座A2室 价底第二批定价 低层单位赤价继续沉底 借实最便宜13,300多就加肉 不过今次就没有房单位 令到入场价升到上550多万 是两房互营 最巨的三房就卖900多万 楼价无不方向 升不起都跌不下 代理统计的二手楼价 按周下跌0.06% 连续三个星期摘幅横行 指数最新是败1868.29 由月初到现在 每个星期的升跌幅 都不够0.1% 分距来计 新界冬年跌两个星期 累跌1.6% 九龙和新界西就由升转跌 只有港岛区可以维持升势 幅度是0.8% 统计的代理就认为 近期二手交头拉脚 成交淡静 令到楼价摘幅增持 展望五月份 美国公布议息结果之后 才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今轮的复苏暂时告一段落 有业主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沽货离场 在元朗线上月领 二载一个低层一房单位 用282尺 原先开价410万放盘 双方倾价之后 大幅减价一成 以368万转手 将车价跌到万三元变 现业主在正年纪之前 以大约434万一手进入这个单位 见证楼价破顶之后 再急跌 账面蝕了66万多 贬值幅度达到一成半 想住的地方远离凡囂 但又不想距离市区太远 马湾会是其中一个选项 今集我们会看看 岛上为一个私人屋苑 柏黎湾的一个顶层特色三房单位 实用1130多尺 连一个180多尺的平台 和200多尺的天台 而且这个小岛四面环海 景观和空间 都比不少同类型的市区单位舒服 请大家看看 柏黎湾的优胜之处 是大部分单位都可以看到海景 这个放盘也不例外 客厅设有大玻璃窗 海景山景齐了 就好像城市中的陆周 而前面就是原居民的村屋 相信不担心将来有发展阻挡景观 望远一点 近楼、方舟一带的地盘 正在建马湾公园第二期 预计在2024年落成 但由于距离较远 相信施工的噪音不会影响到单位 大厅向西南面 在家都可以欣赏日落 但要留意有机会出现西邪问题 另一边由玻璃拓门 通去170多尺的平台 走出去室外吹下海风 能够更清楚感受整个景观 这个单位最大的卖点是望到双边景观 后面是吸水门大峡一带 而另一边就外望深井青龙头 以及沛水库的景观 双边都被海景包围 这个空间都用途多多 除了可以晾一下衣服之外 放张茶几仔在这里吃东西都非常写意 还接驳了水后方便清洁 室外空间都不止那么少 平台设有旋转楼梯通上去天台 上到去景观就更加开扬 能够270度看海 天台的入契面积有206尺 以这条黄色线作为界线 界线以外的位置就是公家地方 有需要的时候 要被维修公家设施的人出入 单位不止室外空间够大 室内也有超过1100尺 开了三间房间,厅大、房大 客饭厅有大概350尺 试正实用 要放齐基本傢俱都没什么难度 而且顶楼单位的楼底比一般分层单位高 更加有空间感 走进走廊才看到大概28尺的储物室 业主利用近12尺的高楼底优势 将储物空间向上延伸 另外两间睡房和主人房都和客厅同向 望向大桥一边 两间小睡房面积各有70多尺 要放齐单人床 衣柜和书台都不成问题 而且有别于普通分层单位 特色单位不设大窗台 家司布局上就更加灵活 走廊尽头的主人房面积最大 有大概200尺 即使现时已经放了大衣柜 三边落床的伤人床和床头柜 仍然都剩下不少位可以走动 大玻璃窗外网的景观 比另外两间房更阔 屠次由窗通风采用浴缸 不闲的时候可以浸浴放松 客厅的格局差不多 但没有窗 用了棋缸 最后参观厨房 位于悬崗旁 有超过100尺 非常阔落 也不缺收纳空间 齐备基本家电 除了工作台面外 也可以用早餐桌备餐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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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进化 重新启航 开 开